上个月台长是搞传媒的看到一则新闻 说泰国在情人节的时候 有七对新人躺进棺材举办婚礼 说明现代人知识缺乏 精神忧郁寻找刺激 他们完全失去宗教的信仰 他们会让自己陷入精神的空虚阶段 同样在两个月前 台长在做悬议棕树节目的时候 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问台长 台长我能买几口棺材放在家里吗 我觉得很奇怪 我说为什么你要买棺材 他说陆台长你知道吗 很好的木材正在大减价 都有录音啊 真的这种人都有的 后来你知道台长这个人心很直的 我说很好的木材减价 他说对啊台长减百分之二十五呢 后来我就啼笑皆非 我说你贪便宜怎么都贪到棺材上去吧 我说你应该多买几口 放在家里 把它竖起来当大厨 等到你躺下来的时候就做棺材 我说你这样不就是更方便 更省钱了吗 所以我们做人要抓住人的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理智 因为我们青年人现在没有理智 所以才做出了很多荒唐的事情 我们的心中要有清澈的水衣啊 在心中不让人间的污染和欲望来沾染上自己 我们本性才会透现出光明 所以一个人思维的清洁和干净 决定的一个人的生命的永恒 学博的人有自己的信念 有自己的理想 有自己的目标 我们的信念就是慈悲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和四圣道 那么我们就充满着阳光 朝着这个阳光迎着慈悲之路 我们就能回到观世音菩萨的身边 在清朝年间 浙江省有一个嘉兴县人 出生非常的富贵 考中状元 官拜上书啊 很高的位置 他说了他自己的祖父的故事 他说祖父生了四个儿子 全部都是痴呆 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弱能 虽然非常的遗憾 但是他的祖父对孩子不离不去 有一年城中大汉 恶尸遍野 祖父相信观世音菩萨 心生侧隐 然后大开粮食 正米思前就活了很多很多人的性命 他的恩德在当地流传佳话 全民敬仰 在此行大善之后 他的四个儿子相继死亡 祖父非常的伤心 所有的乡亲都说 如此善良之人 为何天理不容 受此夜报 祖父承受的伤子之痛之后 继续拜佛行善 他没有放弃 他上一道求子的奏章 实际上过去讲的奏章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我们说声闻给菩萨 所以他求菩萨再次灵儿 观世音菩萨 在当晚就托梦给他了 你无需太悲伤 因你的祖先饥饿 那夭折之子是讨债而来 目的是要败坏你的全部家产 尽因你慈悲慷慨不失 辩卖主业救济穷人 而活人无数 累积功德秀善业 自然你的孙贤子孝 永享福折绵长 观世音菩萨做梦 跟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他的夫人不久又怀孕了 最后生了五个孩子 各个都是财貌双全的大学问 而祖父更是观拜上书 显贵一生啊 所以人不要为眼前的得失所迷惑 你眼前得到的并不是真实的 有时候菩萨在给我们的暗示 菩萨救度我们 看的是你的将来 所以你现在的修行 造就了你的未来的业 你现在所受的 不就是你过去所累积的业债吗 所以现在念经 如果效果还没有出来 想一想业债太重 想一想心还不成 想一想执着太多 永远要懂得 我们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那天和地 人一定会给你 很好的回报 只要我们坚定的学佛修行 我们坚定的弘扬佛法 救度众生 我们终有一天会得到 人天福报 这还不重要 最重要的 我们是能够修到 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地 那就是观心菩萨的身边 我们的四圣道和西方极乐世界 对学佛人来说 永远要将愉快 留给别人 少在别人那里诉取 那你最大的快乐 和最大的幸福 你就开始拥有了 要把自己的精神力量 奉献给他人 让别人的生活 因为有了你 弘扬的佛法 而变得更加的美好 和光辉灿烂 人身上最值钱的财富 是你拥有的智慧 而不是你拥有的 这种人间的名利富贵 知足是菩萨 赐给我们的财富 贪着是人为的贫穷 学佛人要远离恶行 恶事恶习惯 起初我们养成的坏习惯 到后来我们就会被恶习惯 所控制 所以一定不能有恶习和恶习惯 在中国春秋时期 有一个人因为邻居 非常的凶悍 他想卖掉自己的房子 以其躲开他 有人说 你的邻居马上就要报应了 因为他恶贯满盈了 你再熬一下搬家吧 这个人他说 我害怕他 我怕他拿我来满他的这个盈 他很快就搬走了 结果其他的邻居 都受到了他的害 韩非子说过一句话 凡是有危险的人和事物 我们绝不能靠近他 请大家学佛人记住 凡是对自己有害的 贪称吃慢疑 对自己认为不如理不如法 对自己认为用私心换来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欲望 我们要远离他 抛弃他 人的毛病就是不接受教训 人生的错 我们不能像扣扭扣一样 因为我们一个扣错了 我们继续的各个都扣错 所以人不能一步走错 如果你一步走错 就会步步走错 要回头示案 让自己不后悔 不做错的是什么 就是常忏悔 我们才不会走错路 多念礼佛大忏悔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